现在我这直播到这边也乱了 我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预告可发了 出来以后呢 就是玩完回来呢 马上呢 有想说的就会给大家直接开一个直播 我这以后打算 对吧 人家餐厅员工有工作服务 对不对 人家银行员工也有工作服务 我呢 我爱穿工作服务 所以说我觉得 以后左手敬礼加粉色小歪帽 这是我觉得以后做节目应该七七直播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标准的配置啊 哎博老来了 博老来了 哎呦嘿家 这个我大宝贝姐姐真是准时啊 没毛病 你们这抢抢抢前三啊 一点忘没有 我也是刚回来 因为其实在泰国不管在曼谷在巴提亚对对对 然后呢都呃都是不夜城 其实只有夜深了啊 就是才是灯红酒绿夜生活的时候 但是呢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也 该收手心了对该收手心了 因为确实也该也该回国了对也该回国了哎我的小茂呆可以吧 对我也该回国了所以说也该收手心了啊 今天呢等于是下午呢呃到的两点多三点吧两点多两点多一点吧两点多一点吧可不是吧两点多到的这个嗯曼谷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住宿的那边是吧 但是这次呢我听取了田田的一个建议我在他这叫阿索克 对阿索其实就这么一个区域呢就是呃租了一个小房子因为只有两宿其实连两天都没有一天半的时间我就走了对呃他为什么要在这边呢一是离田田比较近二是这边我走着到火车头夜市也不过才五分钟嘛几百米嘛五分钟对 对而且呢周边都是好玩的地儿就是曼谷比较好玩的地儿都在这个阿索这边对然后呃听了田田的建议啊听了田田的建议嗯到这边以后呢就马上联系了我们就互相之间就联系上了我说我躺会儿今天起早比较困对我说睡醒了呢去你那端练去哎他那边不是工艺有健身房吗我说练一会儿晚上咱俩呢一块吃点东西逛一逛 因为我也问了这个这个小田田我说那个明天还可以我明天没有什么可浪子了对没有人可浪子了然后啊我自封兄来了嘿404也来了我跟他我跟田田说我说明天呃不是明天啊说晚上呢咱们俩人呢去有一个叫舍美其实是发音就是舍美应该是舍美对然后英文呢我说有这么一个咖啡馆是钱老师啊就是利利剑啊 利剑的这么一个地儿说你要在曼谷不知道这个地儿可可真的有点没劲了说还正好就在这个区域我说你知道是干嘛的吗天天说我听说过他没去过我说您跟曼谷住这么多年您连这这地儿都没去过我干没有我说那今天咱正好啊是不是小刀拉屁眼咱就开开眼儿吗我也开开眼儿你也开开眼儿我说咱哥俩就来趟舍美对然后呢晚上哎直接就 就是到他那锻炼哎真没想到我离他那儿我还打让他给我打雷摩迪打他妈屁啊我明天我都想走上去了知道吗哎呦太近了就就过一个路口打车的工作都不够我跟门口等半天那那那那司机没来哎然后呢我一看呢这个门口全是小吃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街边风格然后有一个大姐老看着我乐看着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一看大姐卖什么的呀 卖芒果的我以为就是芒果呢我买点芒果我跟小天天我们哥俩人吃两口挺好的我一看不是合着是芒果饭谁我不懂啊我买吧是不是我买吧直接买了一个这个这个芒果饭然后呢很便宜他还问我我大概听的意思是买大的是小的我说买大的吧好嘛 八十泰铢没多少钱十六块钱人民币哇塞这一大盒饭这一大盒芒果我的天呀到了以后呢我说得了我说你拿上去吧晚上当夜宵吧卧槽田总盒说白哥我这来这这么大盒这么大盒的芒果饭我说对对我说你拿上去吃去吧我说咱们一会我锻炼先锻炼锻炼锻炼完了咱们就吃饭去了吗我说我也没工作吃这芒果饭我说得我晚上带回去这么热天就坏了我说你拿上去吧哎 开始练丁光五四的啊一通练他也不陪我练这这这这这这这蓝鼻潮子呀咱们的回屋休息去了 一个小时吧我说今天就活动活动吧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任务呢就是要去这个施美对完事以后呢说找到吃点去吧说吃什么呀我吃什么都行啊我吃什么都行就是 别吃带油的太油的我拜吃他说我也拜吃油的因为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对然后呢 我说行哎呦我又感谢感谢三好学生啊打的三美元谢谢谢谢我这刚这这聊相单口还没进还没入活呢啊没没进主题呢你这就开始打赏啊够意思兄弟然后呢我们哥俩就转了半天我说你别老骑摩托车转了因为曼谷跟巴蒂亚不一样巴蒂亚是骑摩托你随便到哪一停就OK但是曼谷不行曼谷停车特别费劲我说咱找一点停吧就找了一个合适的地儿哎 就停在那儿了我说咱走着吧溜达溜达我也我也确实想溜达溜达最后呢我们俩人溜达到一个泰国的餐馆不是泰国餐馆是那个有泰餐但是也有那个印度餐的一个餐馆 后来他说白哥你吃过印度餐吗我说没有他也没吃过我说咱尝尝呗今儿个咱就破俩厨你跟我一起吃个印度餐咱们晚上再一起去个生命呀OK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啊扁了点说句实话真让我惊到了因为我没有想到因为泰国的很多的饭馆啊就是餐饮地儿你点的东西他给的量很小 我本身我吃的少还行但是确实有朋友说说白说白爷他点那就是他们上的菜量我得吃吃两盘甚至说有吃四盘真的他们就是菜量饭量真的很少就不是很多一口饭吧都是 卧槽今儿个惊着我了我说这家伙这他妈半锅都盛出来了卧槽我就点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意面他点了一个炒饭其实也没点什么乱八糟的哎点了一个虾子什么乱八糟的里外里呢两个人花了五百多吧不到六百太猪580太猪嘛哎天天说了我来吧我一看小孩也不容易是不是啊别让孩子孩子请啊比我小他们十来岁呢我说行了我也甭说什么了我说兄弟 我说我套死活不上套我说你请我吃饭我请你按摩哎因为我吃完饭呢我找到这放松放松去啊因为你们知道泰国就是就是Masashi特别多当时正经正经的啊吃完后呢我们俩人呢就往那边走我说咱别吃完就捏咱也捏吐了咱溜溜弯正好他想买一个买一个电子烟对我们俩就直接奔了上次说的这地儿了对直接就奔了上次说的这地儿了 这个所谓有点像小巴提亚的那个六项的那种那种街道但很短里头也都是站着女孩那种的但是比巴提亚要少规模要小很多进去了就开始转转转同样这帮人也是啊你好CEO欧巴啊啊就全是这种东西他们老是认为我是韩国人或者认为我是日本人没有一回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的其实通过这件事呢我觉得其实你要细想挺可悲的你出来以后 所有的人能看到你人都管你以为你是韩国人以为你是日本人那就证明什么对吧那就证明什么人家很讨厌中国人对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就是人家当时第一印象当中你是亚洲面孔你应该是韩国人对吧你应该是欧巴你应该是日本人Japanese就是说你人家没有想到你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排到了最低的一个点明白吧所以说人家就咱们现在国人已经臭了 就是你别老听吴京那套我是中国人怎么怎么着哎我这儿这儿有哎我这个护照还在这儿呢咱们怎么着哎呦其实咱们到外面啊中国人的名声很刺很刺的所以让我觉得有时候也挺可悲的真的挺可悲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中国人真的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中国人对 完了我们就一块往走走走走因为他那个嗯那条街是有卖电子烟的嘛哎然后田总买完烟就往往前走走走走走哎出了条街呢田总说左边呢有一有一堆这个按摩的对有一堆按摩的好OK我说那咱们就去按摩啊但是我跟他说了啊我说小飞我请你按摩因为Masashi正经是一般都是300泰铢曼谷这边一定是300呃那哪叫这个巴提亚会便宜一些但曼谷 那属于大城市一般都是300呃大概是60块钱人民币对吧我说呢我就请你正经按摩你啊可别去那乱八糟的我说你要去那乱你八糟的家项目我可不管你啊他说你甭管了呗就走吧走吧我说行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往前走走走走走走走一会儿这路边上全是窝里面全是小娘们哎呦喂那一个一个的穿的呢都是风骚的很啊然后呢就是 就是所有的基本人就是安静西哟欧巴就开始拉我们俩然后呢我不会说呀对吧我就我就会说wait a moment对吧我说我说thank you哎哎就就说两句他会说英文啊他泰语也会说一点他就跟人说那怎么说那英文last就反正一会再再来吧怎么怎么着的对对对对我说你倒没说他妈I'm be back他终结者termine对吧过了以后终结他们来了我擦 后来他说他他说没那么说话没那么说怎么着啊后来就教我可爱就只要cue什么啊啊反正交了句经英语我也记不住然后我们俩呢就是就往前走走走走走走呢后来他说我还真想进去摸一个去我说你别废话了我说去正经地按摸去吧啊在我的再三劝阻下对然后呢最后说那个找了这个万花丛中一点绿啊 万花丛中一点绿知道吧哎完了哎说这家看着不错应该正经呢得咱就这捏吧一进进点点了一个这个泰式按摩啊普通的这个这个马萨奇三百嘛一样啊我们俩就上楼了你从外面看啊小门脸不大以为就是两层楼呢卧槽别有动听我们哥俩一上去啊就是分着先当着先洗脚洗完脚人往上领 我去的四楼吧我记住爬了两回他去的是五楼还是六楼一共上面六七层呢哎呦他就一桶子楼倍高不知道哎呦爬楼爬到俩腿之酸没有啊昨天没按啊然后呢我基本上三天按一回嘛然后呢就去了哎到了以后正经地捏得不错哎呦大姐咔嚓咔嚓咔嚓的给捏的我擦他们这个马萨奇最后有一个有一个动作是让 你双手交叉在脑后他掏过去给你撑一撑我之前他们俩就撑不动啊所以我知道这个项目到最后是一个难难关 我每天不喝红牛我都过了日子了大晚上大半夜我都喝 完了果皮人就算大姐有有把子力量啊最后一个动作也给累了呼出来喘的我听他那意思也是弄不动啊 这个大哥弄完以后我赶紧跟大姐那个三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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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谢谢谢谢哎呀这个卡困卡困哎下楼了这时候田董还没出来呢坐那小酌一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这帮人就老跟那笑笑笑笑笑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大姐跟他们说块太大了那个按不动什么的哎一会过了五六分钟田董出来了哥俩跟那坐那喝点茶哎我跟他说 咱下一站哪啊我现在跟曼谷呢说下一站哪啊说那个白哥咱不是就就失失失没吗对吗我失没OK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我走我说这地儿呢反正据钱总说挺有意思咱下去看看去他里头也是免费的不不花钱的但是你记得买酒啊你就是你得有一定的消费啊好 然后我们俩溜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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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十分钟就到那了这一路上啊朋友们我刚开始在曼谷这七天我不会玩我不懂现在才发现巴提亚呀都是椰树下的女人 曼谷是什么呀街边的女人也是树下的女人我操我才仔细看全是人全站在那待着的那女的不走吧那全是这个福利工作者后来我就跟田田说我说你看看啊越来越多啊我说这他妈的小田田告诉我这最近怎么越来越多呀我说当然了我说现在这个这个国民国门开放了啊 当然就说这也是疫情过去了就是各国的这个旅客都往泰国跑泰国确实好玩也便宜哎性价比最高哎东南亚之王嘛哎东南亚东南亚的king嘛啊路上呢碰到很多的亚洲人的面孔然后呢基本上呢韩国高利棒子偏多然后呢今天我们碰到的棒子倒不是很多但是个儿不高的啊就是穿的很正式就是大马路穿的特别正式 跟那要考试考公园我说这都干嘛的呀这一张嘴啊哎呦哎呦全是泰军我说没毛病我说泰军素质还算偏高其实这一路上全是泰军然后走走走我们就发现这路两边啊就不太正常就这帮女的呀说是女的你们仔细看我们现在总结出来了实际上曼谷一到了就是摸黑就是夜里啊 就是不能说夜里就是六点以后天溅入黑了以后尤其是八点到十点呃大街上站的大部分的都是妖或者lady boy对然后呢要么就是是女士啊是女的就是大姐偏随大一点的哎就姿色差一点的都是这些东西哎对对对我来我们就走走都说说这漂亮小姑娘都跑哪去了这站街的都是都是都是这了可算到了这个是这个生妹了我说走是瞎 去下去吧哎到门口一进去不懂啊门口一进去叫往里走人家过来一个服务员的意思啊一纸哦得上前台买酒去小田田不喝酒啊我说那我来一个币儿吧一百三的一百五的我就普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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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那个利哦那个金钱豹嘛他们大象啊什么的我说来一百三的吧泰铢啊很便宜的然后呢田田来了一个呃苏打水气泡水 我们俩人就拿着为什么一进去啊整个人就都忘了买买饮料这事因为我知道里面要买饮料哎呦我操这田总吓着了田总说我跟他妈曼谷呆这么茬的没见过这真是太牛逼了这不是就是一鸡窝吗我说小事点我说保不起有听懂中文的你别招事你知道吗他说拿手机拍一下别别别别我说一会他妈人打死里头了这哪能拍门口 贴着他禁止拍照禁止他为什么说那里好玩在哪儿那里是禁止 lady boy的那里是没不会有这种东西的全是一水的女孩我哎呦我操 下到地下他是已经下一层的地下室进了这个很简易的一个门以后特别大的一个厅中间是一个吧台对两边是卡座哎然后呢你看不就全是女的你能看见的 眼睛能看到的看不到的全是女的我粗略的数了数 我要死吧 是一一百多个一百多个一百到两百人这个咖啡店非常有名我操的嘞各种型号的大大小小黑的白的小的上蹿下跳的大堂克我操什么都有 转这一圈可给我们田总的哈喇子好我这一看本来进去喝这个要什么 喝他那个小苏打水都喝了那小一小一半了转一圈出来杯子满了 我说怎么着兄弟你这吐满了呀你这哈喇子有点多呀溜达菜 玩笑啊都是玩笑我们俩就溜了一圈哎当然这帮人有的不会说话就站那看着你啊但分表现好点是朝你笑啊跟你抛美眼勾搭你啊 有那善见谈的就过来就是欧巴你好哈喽哎就这套东西有时候说泰语我也不听不懂说什么大概可能就帅哥之类的 溜了一圈我说就这就这么一东西我说你看吧他说还真有漂亮的我说那当然了我说要么咱走再走一圈咱粗略的一圈这回第二圈你好好看看脸蛋好好看看屁股 这这田田呀是一个什么呀我是腰臀练臀屁对田田是什么呀凶屁大嘴屁刚才就看这谁凶大我说那凶大我凶大呀我说我也行了哎我们俩人就溜了一圈这回慢慢的溜了一圈哎你再一看货啊我再一看货刚才接上那帮太军全来了哎推锁推锁哎大左全那样了哎擦的了一个一个的好那俩眼珠子都快掉人嘴里了 然后我们就一块转转转转转了第二圈哎第三圈的时候说还转甭转了我说行我说在门口上站着我说咱把这饮料喝拦撤了啊他说我还是喜欢按摩我说为什么他说按摩手上有交流有沟通沟通好了呢再花钱再对吧修修的做点成人运动啊比较好说这么生生不老的你过去就悬就就带走就挺没劲的没有那种感情交流 我说那你错了我说为什么人家提供这么一个场所啊你看还想买酒跟那喝呀你完全可以说跟这女孩呢你给买杯酒其实人家是促进消费他要喝酒你问他喝不喝酒给他买瓶酒你们跟上聊会天对吧一块聊会玩会你最后再带走也可以聊的当中呢就是在谈钱也是在互相的熟悉一下所以说人家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咖啡厅的这么一个地下的没特色对后来说也是但他不喝酒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东西可能会差点意思哎然后呢就跟那聊聊聊跟那站着喝哎后面有一个白白净净的真他妈白啊但是一看胖乎乎的身材不好就胖的微胖的那一女孩就跟田田搭上话了就聊上天哎擦的了我一听就是他妈聊我呢肯定他妈说我呢我说你们说什么呢刚才说那女孩啊说啊这个肌肉块大啊什么因为田田跟我走她说大多数这帮人都会说 哦哦哦就都会指我或者说说一些英语说一些泰语就说哎这有一个muscle有一个肌肉男哎但我听不懂然后呢田田说刚才咱们的一路上他们都一直在说你啊说白说白爷你这语言不通是真麻烦你要语言通的话这个泰国你你玩的明明白白的我说那没办法慢慢学呗慢慢学呗然后呢就聊聊聊聊我什么意思后来说说那女的呀也挺幽默的就那个胖胖的那个女孩白白净净的 说呃没见过我这样的肌肉男对的然后说没有见过我这样的肌肉男说什么意思啊说那个呃先是聊到了说是两千对这个女孩是两千泰铢的一个服务费就可以带走然后呢她看完我呢她们来胡言真聊聊天了嘛那意思说呃小田田说就指我说my friend我说no no no no我说你别跟我套词儿哎我知道这没有什么好话后面说my friend怎么怎么着怎么着他们就聊大概意思那女的说 给我三千泰铢给我三千泰铢给我三千泰铢的意思点我我说你可他妈扯蛋吧你他在这我他妈白爷一世英明我我来趟泰国我给我这帮兄弟们做节目牺牲多大呀啊你给我三千泰铢我跑这儿好家伙头两天直播说我拉皮条就就就就就那什么就不错了你还能给我三千泰铢我在我在卖楼 我淫了我太子是其实就是一个开玩笑的真的就是一个开玩笑的但是说真的我一到这边这种玩笑太他妈多了太他妈多了这还用炫耀吗这不用炫耀你可以问问大宝贝他们你可以问问田田没办法哥们出来自带光环啊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吗怎么办呢对就是这样对对我才不找大坦克呢你们找大坦克去吧不过确实挺好玩的 就是有时候在这种玩笑间就是这种生活我觉得这才叫生活你在国内有人跟你开着玩笑吗我们之前在巴蒂亚海滩上我们晚上每天都会做一做对吧大家知道我跟老钱我们大宝贝对吧就我姐他们跟那个阿汤哥我们都会做一做哎你就听着那俩女的说的是中文明显就是中国人阿汤哥就直接中国人吧啊美女打个招呼哎 这女的就不说话了本来之前说中文说的挺六色突然就停了就是那种防备心特别强的看着你就是防备心特别强的看着你那意思不认识你啊因为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不要和陌生说话所以说他们就是这套东西知道吧对对对可能是怕我们蓝牙腰子就就就就感觉特别尴尬 但是如果你泰国本地的人乃至于说国外的欧美女孩你不管是世界各地哪儿的人哪怕阿三日本人你去打招呼美女啊你说句什么啊什么的他都会给你点头乐的这就就真的我就说咱们国家这种制度啊恶心的恶心至极而且我们说的是标准的中国话就像我北京话人一看就是自己中国人不理你萨姆达眼的走了 我擦真的我跟你说真的你们在北京你们在中国你随便带把路上你跟女孩说话你看理你嘛弄不怕拿你当流氓不骂你就对得起你嘛所以这真的这种文化差异我觉得真的挺没劲的所以这也就是说我觉得不是说中国话就这草莹打小培育出来就这玩意你知道吗完了我们哥俩转了一圈出来了啊田农说还想按摩结果狗屁我说妈几点了啊11点都快12点了 虽说曼谷啊就是泰国是不夜城吧我说回去做节目去了我说我今天不想溜了我说回去做节目去了他说明天断练吧明天不断练我说明天咱最后一天了好好的玩一圈哎所以说呢我跟田总呢我们约的是哎呦小田田90号人家饮的有劲儿擦田田的啊叶子呼着擦红牛喝着叶子饮喝着有劲儿擦好了明天呢我们俩约的是中午睡醒吃完饭 嗯直接就他骑摩托接我了我们俩直接去一个海洋馆啊曼谷的他说这叫隐藏的海洋馆我说行我说咱玩会去我就是特别喜欢海鱼嘛到这边也没有浮钱也没有看到海鱼在巴提牙我说那我就看看海洋馆吧过过眼影吧明天我们的行程就是应该去趟海洋馆啊之后就应该没有什么活动了我不知道田总后面还有没有按摩活动啊明天晚上再说吧 其实真的特别想给大家拍一拍啊真的巨牛逼就真的就这个舍美啊舍美这个咖啡馆巨牛逼你们回头来了泰国一定要去我跟你们说里头突然我们逛逛逛出了一小女孩特kawaii穿的应该是日本人哎呦可可爱了背衣学人包穿一身长衣服跟里头逛我操你妈我说我说这也是卖的这也是点的后来一看不是他里头吧就是游客也有有女性的游客人 人家进去也买瓶饮料人家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异国风情所以我觉得不管男的女的咱们来到这边都可以下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对我不那么干因为我觉得没劲你偷拍也拍不清楚也拍也说不了话也没法介绍万一碰点什么事我觉得得不偿失人家说了不让你拍你干嘛非得拍啊 回来以后给你们讲不行了我的单口是你们是知道的完全可以给你们讲明白而且为什么小说要比这个电视剧乃至于电影都好看呀因为小说是文字你在文字当中可以呢不同的人呢理解不同会联想出不同的东西就像金瓶梅的黄色小说你看完以后感觉一定特别神秘真的让你看金瓶梅 没的电影啊你一看哎呦坦胸漏辱的哎呦也就那么回事了为什么说油爆皮不半遮面你得含沙摄影才好玩呢所以我为什么我不拍我就回来靠语言给你们讲哎你们这一闭上眼就让你们想想里头是什么环境这样才刺激呢等你们来的时候才有一种神秘感啊我都给你们拍了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啊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没毛病真的真的没毛病有功夫的赶紧朋友们自己去录一罐子吧哈哈哈哈意音才是最大的刺激说得好一点毛没有回头啊别的不敢说巴提啊咱们这帮人肯定完全的拿下啊咱那边还有后援呢老钱跟咱那大姐阿堂哥咱还有后援呢曼谷啊有什么事你们也可以问我 我也可以告诉你们哪好玩但具体呃怎么玩可能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在曼谷待的时间毕竟还短本来想说你们要到曼谷可以找小甜甜但是小甜甜呢下月的二十几号就去日本了对然后去完日本从日本回国他要回国看一看他北京孩子嘛就住和平门那边哎所以说可能你们来不及赶上田总就是当逼党了呃但是没关系你们要到这边有事说话 白爷肯定跟给你们介绍哪好玩啊我现在都我真的我这这他妈的我这我这在泰国我是熟了为什么今天呢好咱们说一下正事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起了这么一个标题呢是真牛逼大家都知道我是3月2号的机票回国所以说48小时核酸也就是今天28号我本打算回来的话让田总带我先做个核酸这边核酸的话 基本上最贵的能到5000泰铢呃如果托朋友找朋友的话就是1500泰铢左右也就是三百三百块钱人民币 省了昨天就一直在有人给我发信息说谢谢谢谢朋友们刚说白爷那个不用了不用做核酸了说那个3月3月1号起泰国啊这个就是坐飞机啊回境回境了回中国的这些人呃只要用做核酸但不用去那种就是专业的地点订点机构去做了用抗原对我刚买的抗原他们这边7-11就有这个抗原对 刚说只要用这个抗原自测然后呢从APP小程序上报就可以了不用说去专业的地路哎呀我那这是好事啊哎果不其然今天验证了还真是今天是驻驻中国泰王大使馆嘛发布的一条信息确实从明天开始3月1号起啊回国不用了知道兄弟什么叫运气吗运气来了你挡都挡不住 再我在早一天回国这事都没赶上我再晚一天回国3月3号回国我都浪费这就跟说考试数的知道吗60分万岁59遗憾知道吗61浪费没用知道吗少一分没用多一分也是浪费知道吗就是整60分您1号刚实行哥们2号就走一点毛没有我这刚 刚才也是学了学怎么测吧待会下播了我自己自测一下吧哎基本上啊这件事就拿下来了我觉得这事挺开心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说不是什么好事啊你压根就不应该折腾知道吗这是咱们中国人最大的一个毛病就像国门开放的允许出来玩了很多去来泰国的中国中国游客就会说哎呀国家好啊政府好啊终于开放了我们可以再次出来旅游了他很感恩 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娘呢根本就不应该封着这是把本该属于你的权益还给你了你他妈还感恩之前扣了你三三年的权益给你扣了你这就是中国养猪的一个方法知道吗每天给你俩大耳瓜子大耳贴子大嘴巴你你刚开始难受最后打着打着打着习惯了你见得好等每天突然啊不再打你嘴巴了不舒服了 你还敢恩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没法说对吧一帮建民没法说嗯基本呢我泰国之行明天还有一天就完美说关了啊我玩得很开心没想到这二十多天哎呦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快乐真的是很短暂的其实短暂不是说时间短暂真的是因为过得很快我在国内的话一个月我会熬得很很痛苦 一个月一个月的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到了每个月月底平台会给我钱我要发工资了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念想但在泰国的话你看一晃二十多天说没就没了哎呀擦要说真是说快乐会使时间过得更快但是确实是一种享受为什么说你在烦躁的时候呢时间过得很慢的时候是一种煎熬真的是一种煎熬活受罪活受罪的 嗯最近呢一直也是在开心的在聊在玩啊当然了就是嗯没有关注国内的事我觉得我完全跟国内脱鬼了我完全不想关注国内的事了我都不想跟国内有关系了可是咱们既然是做时政主播我从中国出来我从北京出来的我也曾经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我呢也是看了看最近的新闻 很多但是呢我就看到了两条我比较关注的啊一条是什么一条就是咱们呃新闻发言人外交部的新上的这个女的叫什么毛宁这个哎新上的这位毛宁同志呢依然秉承继承了我们肩夫淫妇的这套东西哎对 赵立均呀这个华春营依然继承了他们这套东西啊这套不要脸的东西然后呢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嗯嗯就是我没看太明白我也看这个他们说这段子了是你们大家帮我和计和计啊是说美国禁止政府使用tiktok政府人员他是禁止中国政府人员使用tiktok我没看我没看太清楚对tiktok这个东西但是 底下呢毛宁的意思就是美国作为全世界的第一大国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就是禁止使用tiktok希望他能恢复使用tiktok这件事后来人家底下有一条留言留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到位没错你这么说美国没毛病美国不应该禁止使用tiktok全世界的人民都有自由使用tiktok的权利对吧但是你如果是你这么说的话那你就 就应该首先让中国的墙推倒不需要翻墙我们可以像泰国是我不用翻墙我随时可以上油管我随时可以上Facebook我随时可以上推特对吗 你你是什么数你数这个镜子就照别人不照自己你就说人家天天美国人家禁止使用tiktok人家不对人家大国小气了你呢你天天复兴了你这国那国了你牛逼了你在中国不翻墙看得了油管吗 看得了这些东西吗还tiktok你在中国看到了tiktok吗我用中国账号我下赖都下不来知道吗 还跟着一天到晚吹牛逼呢你们家一点脸不要什么玩意儿呢 这真恶心实打实地恶心对不对啊完了还说了一什么话题哎就是我想想啊 啊说这个人美国现在建议说不让中国中国人在那买房哎呀不高兴了这个大哥的呲等人家对吧呲等人家我就想问他们一下啊 你作为中国政府如果一些有钱人都跑了其实中国政府主要防止的就是一个资金流失你有时候人能认出来你资金你钱贷不出来你房贷不出来对吧你大额的存款你往外转他不让你转 他就控制你的一个资金流失他不想让你从中国挣的钱贷到美国来对不对所以说人家美国不让在 人美国中国人买房那对你中国政府是好事啊 你省得这帮想润的人带着钱出来了带人出来想投资买房买不了 带不出来带出来带不出来啊其实人家说我上美国买房的人直接把钱带出来你没毛病人说你这钱干嘛是啊我在美国买房 你能怎么着对不对带不出来是对你们的好处啊对不对啊但是其实这里要细想啊为什么美国禁止中国人买房 中国政府高层政客们那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大的一个反应那么大的一个不乐意是因为他们他们才在美国买房呢真正在美国买房投资转移资产的大户的中国人都是这帮政客这帮上层有钱有权的演员 他们或者说这个所谓的经济家贸易家政治人政治家都是他们压案的什么司马南这帮村呢他们才是一个真正把国内钱带出去对吧资金转移的大户所以他们反感这件事他们极其的怕美国出台这个政策知道吗 都不用想都不用想动动脑子真的朋友们都知道这帮孙子是怎么回事你平常天天宣扬的不要上美国投资去不要上美国买房产不要给美国投资在中国花钱对吧把钱都置办在中国对吧人家在美国说了出政策了不让中国人在美国买房了哪怕有绿卡的都不行 你怎么还不乐意呢那人家老美是帮你忙呢所以谎言呀不攻自破但是就这样这帮小粉红还天天的 天天天还天天天还这套东西呢还他妈的自己自嗨呢还认为自己牛逼呢就这么明显的东西他都看不出来吗对不对呀 能说了知道吗恶心恶心知道吗 我被谁忽悠我被谁利用我我想说都是我自己想说的东西你就记住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去当枪使拿我当枪使没有任何人能控制我 我想说的我能说我说出来的都是我自己想说的因为我感触的就是这样我就觉得就是这样他们就有问题就啥别没毛病我想说他们对不对控制我啊不可能你放心这辈子没有一个人能控制我有只有我父亲的话我还是比较听但也不是百分百听我老说我我这辈子唯一一个能控制我的人去世 所以说没有人可以控制我开玩笑的真的开玩笑的对呃所以呢这两天呢我就关注了一下这件事啊我就关注了一下这件事而且呢最令我气愤的是有这么一条规定这就是当初我我跟你们大概说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国内所谓的这个专家对吧有一个国内所谓的专家呃说句人话吧还是我觉得是是说句人话 但是也是加引号的人话什么意思他大概说了一句说是建议大家取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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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呃连带责任比如说我犯罪了我犯罪了我的孩子是不能考公务员的说这个是不对的说谁犯罪了谁承担不应该再影响下一代的生活对不对 当初我跟你们聊过这事我就说了我错了不是我没错就是我没错就是你们认为我错了你们给我强加帽子给我判了行了等于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我是一个服刑人员了我受过这个刑事刑事刑法的一个判决 对我犯过罪那么呢说我自己也服刑了我也刑满事犯我就是一个正常的自然人了凭什么我的孩子还要有一些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我不懂对吧好汉做事好汉当谢谢陆老汉给打赏谢谢这就是我我说的这个问题人家终于出了一个说人话的人说建议取消这个东西对吧 卧槽你没有看底下留言一大堆的这帮粉红战狼这帮混蛋王八蛋该死的活畜生死了的臭一块地的玩意儿对人是建议完了底下就说啊不行不能取消建议说三代乃至四代知道吧就他底下就建议三四代还得加不是说他儿子他孙子他穷孙子都让他们不能考公元都让他们得负责任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不能犯 犯罪犯罪是错的这儿呢是对这个犯罪是有一种威慑力我就回了一句话我说你们这帮大人真的多坏呀这这就是咱们现在国人了就这草药多坏呀凭什么呀哎中国人就是什么呀气人有笑人无你有钱了私底下嚼水根哪有这钱来的不明不明 正路指不定干嘛的呢贪污受贿挥挣的钱脏钱哎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等你要以真没钱了穷的嘎嘎的时候哎呦他们家穷穷都接不开锅家里人没本事一个有本事没有你看老爷们儿那窝囊那样中国人啊就是这样知道吗气人有笑人无哎他们家没犯罪的哎但分这有点什么事哎呀你盯了光了 哎呀给人胡说八道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东西要辩证的去看呢我觉得是有两层含义 嗯是应该就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具体问题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因为什么意思你说像一些有一些罪行有一些这个细节情节酌情考虑可以免于说孩子的一个联络 连带责任当然你所谓的贪官污吏行贿受贿这种就是这种东西哎就是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啊他们所谓的这帮蛀虫打掉的这些贪官污吏啊或者说这个村霸呀什么的就欺负老百姓的这帮人哎这些东西取名指名高的我觉得这帮人应该给他弄连带责任我觉得这个没毛病就是有些问题你得分析 好比说他是贪污了公款他人他是贪污的或者是村吧对吧呃从村里头呢吸取的这个老百姓的钱他儿子花不花呀他们家人谁没享受这笔钱所以说他们既然享受这笔钱了他们就应该连带负这种责任我觉得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所有人说这个罪都取消 我觉得像我这种比较冤的那他妈的绝对是要取消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虽然说你让我儿子考公务员我都不让他考我根本就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出生在中国我根本不稀罕你的公务员你还甭拿那福利待遇跟我这甲子三道的这儿那哥的但是有什么事归说说说什么事得分情况我觉得不是一概而论哎就这么简单 OK好今天的朋友们啊已经聊了四十分钟了啊马上快五快快五十分钟了没有什么聊的了就像刚才那朋友说的啊说虽然他他语言表达的呢可能有点不清晰但是后来他补了两句我看明白了也是为我好对吧说白爷出来玩一回开开高个心性开开心心的马上就回国了还有一天就回去了对吧明日一天后天就走了嗯别别别没必要没必要说呃最后坏了心情 对吧做节目呢还说这些东西看了一些国内的脏新闻啊对兄弟说的没毛病虽然我知道我回去以后呢可能状态可能又不好了啊可能可能做节目又是那些阴霾的东西了没办法因为国内就是那样的回到粪坑了你只能聊苍蝇跟蛆的事对不对但是呢我既然现在呢阎文也操小鬼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我既然没有回国呢我在泰国的每一分每一 我都要珍惜我都要开开心心的我不去想那些脏的东西对不对啊夜化呢其实有素材这两天素材也不少呢包括阿昌德给我讲那鬼故事啊什么的说什么月球是空的啊金属球什么的哎呦回头回头跟你们聊吧我回头我我我把这个这些东西整合一下我回国再给你们讲吧因为在在泰国我觉得好多旅游的事玩的事我都给你们讲不完就没有工人去讲夜化这些东西回去嘛回去当然就没有旅游的事 有那些东西了咱们再慢慢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吧啊看吧我回去以后我真是我得赶紧弄啊我我是不想在那边待着了我想以最快的速度能尽快跑出来就跑出来了只能这么着看吧这个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吧咱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成不成功的呢看运气吧我觉得我要转运了就像这回这个核酸事多牛逼啊啊您就一号发布 我就二号我就用上了哎真的多多一分啊真的是少一分啊可惜多一分浪费真的一点毛没有啊行了兄弟们啊现在马上五分钟了不多聊了我一会儿这个下了波我还要测核酸呢真的我都不知道这怎么测但是我怎么感觉跟那个女女人怀孕那早孕的那个那个那个东西了呀不是就测一个酸碱痘也是咽尿的女的怀病怀孕撒完尿啪一击出几盖几盖 是不是怀孕了我觉得跟那有点像行吧但是别说我我我差点往里尿我差点验完我说尿里头往上挤那么小天天说那不是验尿的那不是尿那那是那个谈拓嘛您吐的里头它里头有一事业你跟那货完了以后挤的那上看着一刀杆两刀杆您可别往里撒尿杆说我擦我来我行行行行行行我说就这么着啊我回去弄弄去啊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呢就到这了 48分钟马上48分钟我觉得很吉利的一个数字我我我我很开心我很开心啊嗯泰国之旅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很可惜很惋惜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嗯踩了踩点这次呢我也我也感受到了以我稳如果我油管收入稳定的情况下我在这边生存是没有问题的啊至于家里的好多事儿 哎工作再做吧来日方长对回去再说吧啊好了兄弟们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啊回去呢也不知道我这个小战帽还能不能戴了因为我怕到时就是碰见事儿了啊弄不好弄不好就是派人所又会找我啊你这干嘛呢做节目没人管你不能瞎戴帽子呀是不是啊你这帽子写CCP你什么意思啊对吧可弄不好就会有人找事儿 那我怎么了我我初中同学叫陈车平去世了死了白雪病我纪念他我兄弟怎么了你就说这CCP是中国共产党怎么了我一心向党爱国我想当党员我一辈子四十多了我都没当成党员到现在犯了错误了判了刑了刑了我此生都不可能当共产党了我就这是我一个愿望我未了的心愿我弄个帽子对吧我一心向党怎么了 没有别的意思啊对不对啊好了四十八分钟了啊我们不到四十九了因为我很喜欢四十八这个数字啊我们回国再见吧明天晚上没事我再跟大家聊了明天周三跟你聊聊海洋馆的事儿啊左手经理哎小粉丸没毛病兄弟们拜拜